其实我觉得挺讽刺的 就是离了婚以后 反而爸爸会对孩子 有更多的心血投入 或者是陪伴 是的 可能是离了婚以后 觉得每次见面都好珍贵 好想把一切都给他 对 对 因为有一个 我很喜欢那个 脱轨秀演员 国外的Louis CK 讲过一个段子 他说 为什么离婚之后 他可以当一个好父亲 是因为 你只需要当 半个月的父亲 就是 你懂吗 就是一个星期里面 如果你只当三天父亲的话 你不可能找高杂 是啊 对 就很讽刺啊这件事情 是很讽刺 刚离婚的时候 我们写的离婚协议室 他跟我说 他说我要一周带两天 每周都给我 我说可以 他说我就是要当好爸爸 然后说实话 其实现在一年的样子了 他大概每三周 有时候四周 带走两天半 一个月一天两天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孩子很可怜 我一直都觉得 是我自己有坚持 以至于孩子要受这个委屈 没有 你不要再讲这种话 我就是觉得特别惭愧 Rock又心疼他 我想分享一个什么 就是我觉得 你的小孩真的挺快乐 我之前离婚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我当时不确定 要不要小孩 但是我前妻很想要 我是对带小孩 或者当一个父亲 在过去离婚的时候 是挺不确定的 我有一些恐惧 但是那天看你的Vlog 我看到你跟你的小孩 在游乐园玩耍那种状态 我会觉得 如果我要当一个父母 我最想要的就是 你跟孩子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 这点 那点 你真到我 抓到了 我觉得Rock是从那个时候动心的 对 玩玩耳那个感觉 其实对我来说是挺陌生的 但我在看到那个画面的一瞬间 我会觉得 就是两个好朋友在玩耍 非常的开心 对 我跟他是这个状态 对 我觉得我非常羡慕 我也觉得那时 我觉得最好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最好的状态 我会觉得 看到你们的那种联系 那种感情 会给我一些勇气 如何以后去面带孩子 我觉得对 我觉得非常棒 谢谢